洗过澡 换了衣服 苏菲坐在书桌前 打开西蒙送来的书 见飞页上写着 植物炼金 送给未来的炼金大师 桑迪亚纳主 中间夹着一张卡片 打开卡片 上面用俊秀的字体 一笔一滑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给聪颖善良的苏菲 谢谢你 没有你的相助 我们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希望我们的团队 成为永久的伙伴 西蒙 令 这本植物炼金的书 是我姑母多年前送给我的著作 它叫桑迪亚纳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炼金师 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介绍你认识她 苏菲红着脸 翻了翻书中的内容 不可否认 这的确是一本极其难得的好书 只是 西蒙专门为她送书 又是什么意思呢 她正琢磨着 米亚在门外叫道 小姐 外面有人找 米亚进来 苏菲问道 谁找我啊 说名字了吗 没有小姐是个男的 年纪不大 米亚回答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来找自己呢 这次又会是谁呢 还是西蒙吗 她心中充满了疑惑 赶紧将精神力向外一扫 咦 这不是斯密尔安格吗 她来让自己做什么 看着身上的衣物还算端庄 让米亚帮自己输了一个简单的公主头 然后去客厅 斯密尔 苏菲站在客厅门口叫道 斯密尔马上起身 朝苏菲点点头 拘谨地问候 苏菲小姐 今天怎么会来这里找我 爱丽丝他们呢 苏菲好奇地问道 宝曼需要你的帮助 宝曼怎么了 苏菲伸手示意斯密尔坐下 她觉得她的说法很奇怪 宝曼有什么事 会要她来帮忙呢 具体的事情 等你去了就知道了 爱丽丝也在 马上还在外面等着 斯密尔不是那种能言善道的类型 只是她脸上的神色很焦急 苏菲略意思索 看来今天还得出一趟门 米亚 你去告诉老爷夫人一声 就说我去马库斯家族的 三公子宝曼那里了 苏菲吩咐身边的米亚 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 请他们不要担心 小姐 还是我们陪你去吧 米亚问道 不用了米亚 苏菲摇摇头 虽然今天发生了一些 不寻常的事情 莫林可能已经苏醒 并回到自己的地方 把项链的事情 告诉隐蔽的敌人 但是苏菲还是觉得 有加强自我保护的必要 一方面 她对自己的身手相当有自信 另一方面 外公安排跟在她附近的 暗卫高手也不少 她给米亚一个柔和安定的眼神 她转向斯密尔道 我们走吧 面对什么话也不说的斯密尔 苏菲只好将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微微晃动的马车上 保曼家的马车装饰 是很有添加云城味道的 充满了金色和银色 之所以说那马车是保曼家 而不是斯密尔家的 是因为苏菲见到 马库斯家的家徽 那金灿灿的金属石子家徽 极为张扬地挂在马车的两侧 在银灰色的车体上 显得格外眨眼 苏菲不由想起外公家 那比这还要巨大的马车 两相比较 同样的震撼 同样的令人不可忽视 可哈布雷克家的马车 就显得内敛得多 哈布雷克家族家 特有不可一世的金英徽章 那可是用丝线在墨绿色的 锦缎织上绣上的 与茉莉色的马车车体 融合为一起 端庄而雅致 出乎苏菲的意料 鲍曼家距离法耶的府邸 其实并不远 甚至不如到 施奈德·安卡拉斯家的距离 马车嘚嘚地 直接开进了院子里 苏菲刚从车上下来 就见到从屋里 冲出来的爱丽丝 苏菲 你走上来了 她一脸的细色 爱丽丝 究竟怎么回事啊 苏菲心中有些不满 斯密尔什么都不说 她还以为是爱丽丝 出了什么事情 看爱丽丝的样子 又不太像 是有点事 爱丽丝挽住苏菲的胳膊 我们进去再说 苏菲来了 宝曼站在门口 进来说话吧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苏菲精神力在她身上 略略扫了一下 好像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之处 你好 宝曼 苏菲向她点点头 刚一坐下 爱丽丝就抢着说道 苏菲 你知道吗 你现在可出名了 苏菲也愣 她怀疑地望着爱丽丝 什么出名啊 炼金不依年纪的冠军啊 还不出名吗 爱丽丝夸张地说道 虽然你没有上场 不过听到他们 都用你配置的魔药搞定的 所以啊 你现在已经在 莫斯霍克出名了呀 这一点 苏菲倒是没有想到 魔药的事情 会那样快地传出去 她有些尴尬 嗯 那没什么的 你不知道吗 以前学手比赛 也用魔药的 不过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种魔药 像你这次用的那样神奇 而且 你们还只是 一年级的学生呢 爱丽丝毫不吝啬地 赞美着苏菲 你真的很棒苏菲 宝曼这次 还得靠你帮忙啊 苏菲将目光投向宝曼 宝曼 到底有什么事 苏菲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雷系法师 宝曼终于开口了 可是 能够找到雷系魔兽 实在太少了 不是实力太弱 没法用 就是实力太强 蓄服不了 所以 你能不能帮一个忙 嗯 苏菲没有弄懂她的意思 她能帮什么 帮她捉魔兽吗 啊 还是我来说吧 爱丽丝插嘴的 有人送给宝曼一只雷系的六阶魔兽 是雷兽 可真可惜 如果是一颗魔兽弹多好啊 偏偏是一只右兽 她抱怨起来 然后呢 苏菲问道 你也知道啊 雷系魔兽的难得 是雷兽还是六阶魔兽 那就更难得了 你想啊 如果宝曼有个雷系六阶的七月兽 那她实力绝对会翻倍的 到时候在训兽比赛上 一定会夺得冠军的 爱丽丝的眼睛充满了憧憬 她接着道 嘿 所以啊 我想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魔药 可以让这只狮雷兽心甘情愿的 跟宝曼签计契约呢 心甘情愿吗 苏菲重复她的话 用鲜血滴在魔兽弹 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如果要与已经孵化出来的 高阶魔兽签计契约 必须打得服她才行 这是常识 毕竟每个魔兽都有自己的尊严 她绝对不会愿意 与人族签计那种 相当于自己完全处于服从地位的不平等魔兽契约 是啊 让她心甘情愿 宝曼肯定地点头 那恐怕 给你自己跟她打一场吧 苏菲疑惑地问道 但是那些雷西兽 可不是现在宝曼能够应付得了的 而且又不能请人帮忙 只能自己降服她 爱丽丝说道 所以啦 苏菲 你有没有魔兽可以用的 只要让她心甘情愿就好 苏菲非常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她随口问了一句 那如果签不成 你打算怎么办 宝曼眼神一按 那就只有杀掉她了 至少磨合还有点用处 苏菲一惊 也对呀 他们是不可能就这样放过她的 那如果你跟她签订平等契约呢 苏菲问道 她知道有些魔兽 并不反对平等契约的 爱丽丝摇摇头 嗯 爆卖试过了 哪只是雷兽不肯 我想你们都知道的 阶品越高的魔兽 对魔药的抵抗力越强 而我制作魔药 都是对付低阶魔兽的 对五阶以上的魔兽作用不大 不过 我能看一下 那个士雷兽吗 苏菲问道 当然可以 宝曼立刻站起身来 她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跟我来 宝曼家后院的角落里 有着一排平房 外面守着一队武士 领头的实力最强 是个高级剑尸 她一见宝曼 马上行李道 三少爷 宝曼微微笑着 朝那人点点头 强尔队长 麻烦你了 请把门打开 是 一进门 苏菲就感觉到了一种悲伤的绝望 屋子里有一只还没有长成的狮雷兽 她被人用剂膜装备 固住头 关在一个黑铁制成的笼子里 身体虽然趴着 但是从她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愤怒和绝望 苏菲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进去 靠近那笼子站住 然后敞开心神 安抚着笼中的右兽 不愧是六阶魔兽 尽管还没有成年 但与苏菲的沟通 血不成问题 苏菲到来 使她顿时高兴起来 不再黏黏地趴在那里 而是像见到亲人似的来回打转 这场景 令得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不已 苏菲默默地 将目前所面对的所有可能都传达给她 希望她能够考虑一下 哪怕只是平等契约也行 施雷兽很干脆地拒绝了 宁愿选择一死了之 而她拒绝的理由 令苏菲很惊讶 那就是 宝曼身上令人厌恶的气味 苏菲使劲抽鼻子 也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 她非常不解 站在一旁的宝曼等人 莫名其妙地看着苏菲的举动 当然是那个黑天忌魁的气味了 小妖提醒她 我怎么不觉得难以忍受啊 所有植物的气味我都喜欢 可是那种味道 魔兽们都不喜欢呢 连小黑也不喜欢 哦 苏菲侧过头 看了看街上的小黑 果然 她已经将她的鼻子 用她的大松鼠尾巴遮了起来 眼神之中闪着不快 小黑 你怎么不早说啊 苏菲埋怨的 忽然之间 她灵光一闪 哎 小黑 你说莫林和宝曼 他们是不是中了一种毒啊 我记得早上你还说莫林臭哄哄的 不是一种 小黑呲呲哑 莫林的毒疗厉害一些 不过好像与魔族有关 魔族 究竟怎么回事 哎 现在来不及说了 等回家的时候 你再跟我说清楚吧 苏菲叹道 这么大的事 小黑到现在才讲 苏菲又安抚了一下狮雷兽 然后转身走到宝曼面前 宝曼 据我观察 这只狮雷兽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 我觉得 它之所以不跟你签订平等契约 可能有其他原因在 其他原因 宝曼不解的重复 是的 我们回去再说 苏菲并不打算在这里 当着一大堆武士的面 说出她的判断 回到前厅 大家重新落座 爱丽丝忍不住问苏菲道 苏菲 刚才那只狮雷兽 为什么一见到你就那样激动啊 怎么说呢 我天生就很喜欢魔兽和动物 有时候他们见到我 会感觉很亲切的 苏菲词不打意地解释道 不等他们继续问 她连忙转头 向宝曼问道 宝曼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宝曼 怎么回事 你真的不舒服吗 爱丽丝的声音有些急切 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 你最近脸色都不怎么好 我没事 宝曼笑笑 只是最近精神确实不怎么好 总是挨犯困 说着 宝曼竟然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对不起啊 一到下午就这样 那你有没有请牧师来看看 爱丽丝急切地问道 阿丽丝 你不要着急 牧师看过了 说没什么事 让我练功时间不要太长 可能是累到了 宝曼摇摇头 她把头转向苏菲 苏菲 你还记得你们请我去吃的香草土质鸡盘那家店吗 就在佐拉大街 苏菲想想道 你们还常去吗 宝曼一愣 她没有想到她话题跳跃得这样厉害 不过她仍然点点头 那家店子的菜色还真是不错的 很适合我的胃口 是啊 宝曼还专门请了那里的大厨回来呢 爱丽丝在一旁说着 这么说 宝曼认识那家店的老板了 苏菲问道 苏菲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爱丽丝终于忍不住了 苏菲看了三人一眼 记得我说过那种叫天黑气魁吗 宝曼 你中毒了 什么 中毒 爱丽丝尖叫一声 站了起来 所以是雷兽才不愿意与宝曼签计契约的 苏菲说出自己的结论 宝曼的脸色更加白了 但是她并没有惊慌跳起 苏菲 你是说 我中了那种黑天忌魁的毒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黑天忌魁的药性我比较了解 我上次好像告诉过你们 用它做调料偶尔吃一些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就会上瘾的 就是对她产生一种依赖感 无法自拔 苏菲怜悯地望着她 那是一种作用于精神方面的毒素 牧师的光性魔法也没有用 而且一旦发病是非常可怕的 是谁啊 爱丽丝急忙叫起来 到底是谁要害你啊 宝曼 你说的依赖是指 宝曼紧盯着苏菲说 当你身上毒素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发作的 发作的时候 就需要再次服用这种天黑忌魁 可是如果你没有 那比死还要难过 苏菲说到这里 宽慰她的 索性你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 沉默 很长时间的沉默 看到三人全都紧紧地皱着眉头 苏菲又道 魔兽对气味非常敏感 只有去掉天黑忌魁 在你身上留下的全部味道 她才有可能跟你签订契约的 苏菲 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的 对不对 爱丽丝大叫起来 苏菲叹口气 不 我对此毫无办法 这件事只能靠她自己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她关起来 杜绝天黑忌亏 宝曼中的毒病不深 只要熬过七天就没事了 是吗 爱丽丝明显松了一口气 只要七天吗 宝曼和斯密尔的神情 也放松下来 几乎同一瞬间 宝曼的脸上 闪过一抹烟泪之色 刚好落在了苏菲的眼中 宝曼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苏菲说道 好 没问题 宝曼非常感谢苏菲 连牧师都说不上来的病 竟然被她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再加上从前她与她老师的救命之恩 实在是让她感激不尽 所以无论苏菲有什么要求 她都毫不犹豫地答应 其实 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希望那只狮雷兽 你能不能跟她签订平等契约 好 宝曼心中一阵温暖 她充满温柔地朝着苏菲微笑 其实这次完全是她误会了 苏菲是为了施雷兽 她却还以为苏菲是为了担心她才这样说的 从宝曼家中出来 苏菲没有回家 她拒绝了宝曼的马车 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她的心里有些乱 如果说在施奈德家里发生关于项链的事 令她感到好奇和有趣的话 宝曼家发生的事 就使她有种难以说出的烦躁和不安 她很想找个人谈谈 这种复杂的心情 可能连小黑和小妖都难以理解 外公在这里就好了 梅西先生也行 她发现 现在在天家云城 好像还真的找不到可以让她开心 放松 大吐苦水和畅所欲言的人 也许是亲眼见到一次次阴谋 让苏菲对这个原本充满了魔法 本该奇异有趣的异界大陆产生一些厌烦 或者是对自身处于危机中的自我身份 究竟如何没有把握 总之 苏菲开始强烈的思念和外公在一起的日子 那时 无论有什么烦恼 躲进水扬花园自己的实验室 研究魔法 试炼药丸 或者已在书房的窗前翻看传世的典籍 还可以在不开心的时候 用自己创作的美食安慰一下孤独的味蕾 可是现在 好像难以避免地卷入了争权夺利的重重阴谋之中 在这里 自己还能保持神秘的个人私密空间 不闻不问他人的生死存亡吗 很难 因为这些面对危险的人都是自己的朋友 但是如果不插手 必然打乱了自己坚持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准则 可以想象 爆慢的仇家 能够采用这样慢慢下毒的方法 是有怎样的耐心 野心 和残忍的黑暗动静 绝对不是简单的害害人而已 那是只有一次偷袭就可以解决的事